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今天下午小米也正式宣布将于4月19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召开小米6新品发布会 小米表示就像每一代小米旗舰一样 小米6依然是新一代的新能怪兽 而工艺上更是小米青年探索的梦幻之作 那么你从海报中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不妨在下方留言一起交流一下吧 当然除了小米今天乐视召开了一场新品直播的线上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全新机型LePro3双摄AI版 该机搭载联发科黑6X27处理器 满了一T880的JPU 内置4000mAh电池 后置黑白加彩色双1300万像素摄像头 值得一提的是随机还将赠送一套摄像头贴纸 小编也是服了这个设计师了 售价方面4加32GB版本1799元 生态定制版2399元 4月11日开启预约 4月14日上午10点现货开售 索尼近日发布了一款电子书新品 DPTRP1 其维持13.3英寸的屏幕大小分辨率提高到了1650x2200 依然仅支持PDF格式 16GB运存支持双频WiFi蓝牙4.2 另外索尼研发了一款电脑端可用的软件 Digital Paper 可以将网页图片等转化为PDF文件传输到电子书中阅读 产品定于6月5日在日本首发开卖 售价700美元只和人民币4800元 不过这个电子书DPTRP1读起来好绕口哦 大家觉得呢 华为的MateBook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有消息称今年华为还将发布三款全新的MateBook 分别是MateBook EXT 代号分别是Pasco,Bell和Watt 其中一系列是一款二合一的产品 RX和D系列则更像是传统样式的笔记本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锤子和京东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在未来三年里锤子科技发布的新品 都将在京东进行独家销售 买锤子上京东 接下来斧头狼头会不会拥入京东的怀抱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背报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idget.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Widget.com 获取最新推送 科技资讯为界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